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水牛奶能喝吗 没喝过 在我们印象中 奶牛产奶 水牛耕地 它们各有所长 让水牛去产奶 水牛可比不过奶牛 黑白花奶牛在南方的气候环境下 每个密乳期产4到6吨奶 而本地水牛每个密乳期只能产0.8到1.2吨奶 对比一看 水牛的产奶量可是要比黑白花少很多 那在广西 人们为什么还要让水牛去干不擅长的事呢 为了解开疑问 记者来到了水牛研究所 没想到刚进场就看到了这样一幕 好激动 看到这么多牛过来了 我本来以为这个水牛的行动是十分缓慢的 可是我发现它们跑得还挺快 说好了要帮那个饲养员改一下牛 我胆怯了 为了跟水牛拉近距离更好的拍摄 记者气生生地跟水牛套近乎 凭我的经验 要想跟动物搞好感情 必须得拿点好吃的讨好它们 宝贝你长得真漂亮 你的脚长得特好看 吃一口吧 不吃 不吃 感觉它应该爱吃这个 拿这个 尝 吃不吃不吃 你来吃吗 尝一下吧 特别好吃 特别好吃 尝尝 尝 特别好吃的奶资源集中在北方区域 每年大批量从北方来的牛奶 要配送到距离遥远的南方 奶商们不得不负担起高昂的运输费 与短短的鲜奶保质期 不停赛跑 今天国家奶业振兴意见里面 是把我们奶水牛作为南方区域 解决核奶问题 这是一个重要的普通 要想根本解决北奶南调 必须培养出适合在南方地区生存的产奶牛 可我们熟知的黑白花奶牛 并不适合在南方生活 我们就是买了一些奶牛回来养 后来养养到有局气候太热了 太炎热了 我们的管理不是很好 所以慢慢就可以有提病出现了 还有出现乳房也比较多 当然这跟管理也有关系 但是如果是同样的跟奶水的 一些吃氧条件下的话 奶牛比奶水牛稍微难养一点 黑白花奶牛在广西不好养 但是当地水牛数量大 近些年来 随着农业机械化的迅速发展 农田劳作不再需要水牛 正好有大批量易用水牛 可以改行来产奶 近距离的接触之后 记者发现 这些奶水牛 竟然跟本地的水牛 长得不一样 印度的莫拉水牛 还有巴基斯坦的尼里拉菲水牛 还有一个是意大利的地中海水牛 我们主要的任务就是 将这三个外来品种 进行一个保种和选育 其实水牛分为两个品种 一种是沼泽型水牛 一种是河流型水牛 沼泽型水牛骨骼粗大 肌肉发达 持久力强 它们主要分布在中国 多为易用 中国的水牛 我们从分类来讲 它属于沼泽型水牛 它的缺点就是生长慢 产肉少 产奶也少 这个河流型水牛的话 它是个子大 生长快 然后产肉 产奶性能都好 都高 所以我们引进这几个品种 来跟我们本地水牛进行夹交 目的就是为了提高它们的 那个产肉跟产奶的性能 本地水牛和远道而来的 外国水牛联姻之后 生出的混血儿 它们继承了父母的优秀基因 不仅长得漂亮 身体倍儿棒 产奶量还得到了大大的提升 我们本地水牛的产奶性能 是很低的 每一个谬期 大概只有几百公斤 那么跟我们这个摩拉或者尼里 或者地中海杂交以后的一代 它的产生性能 可以提高一倍左右 也就是大概超过一千公斤 一个密尾期 不过要想让水牛多产奶 光靠改变品种可是不行的 生活质量上必须提上去 李祖平是广西水牛研究所的实验基地负责人 为了让水牛过得舒服 它建起了养殖场 奶水牛在这里是好吃好喝 没事还能泡个澡 挤奶还带按摩 音乐悠扬心情好 哇 这里面的奶水牛 简直生活太幸福了 这边挤着奶 这边还有音乐厅 好了 现在我们就去看一看 奶水牛是如何挤奶的吧 随着悠扬的音乐声 水牛们排着队走进了挤奶厅 虽说机械化挤奶是扩大养殖规模 提高产奶量的必然发展趋势 可是要想顺利地从人工挤奶 过渡到机械挤奶 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因为水牛的警惕性特别高 别动别动 好疼 好疼 都麻了 去这一脚 好疼 我再试试吧 都木了 踢的 太厉害了 这牛 估计 它对我不满 肿了 我发现这奶水牛它热人 这饲养员不管它怎么弄 你看它一动不动 特别特别的乖 一轮到我上手就各种不服 那你平时也没想被它踹吧 正伤 奶水牛的警惕性很强 一旦发现有陌生人靠近 它们就会想尽办法进行反抗 这可给大规模养殖场带来了麻烦 因为从前是以家庭为单位养殖水牛 水牛和养殖户的关系亲近 挤奶的人也比较固定 所以不会出现水牛不配合的状况 不过在大型养殖场里就不一样了 养殖场中牛多 工人流动性大 每次更换挤奶工人 水牛都会不适应 它们是连劈带踹 严重的甚至会绝食 怎么才能让奶水牛好好配合挤奶呢 李祖平的办法就是让它们放松心情 挤奶前带着奶水牛去溜弯 然后舒舒服服的跳进河里游上一圈 挤奶的时候还要伴随着悠扬的轻异跃 让奶水牛随时随地都有一种舒缓的心情 身心愉悦自然放松了警惕 就能够好好地出奶了 为了保证水牛奶的新鲜度 厂子里的水牛奶都是当天挤当天运 由于水牛奶口感好市场上是功不应求 水牛奶喝起来比普通牛奶奶味更浓 水牛奶喝起来比普通牛奶奶味更浓 水牛奶的成分很快就被显示在了电脑上 脂肪含量高也是水牛奶的一个特点 它能够达到最高也有11点几 总固形物含量我们是加工中的一个重要指标 它能够达到21.8 因为水牛奶里边的一个脂肪 它是含有钉酸的 那这个物质就是可以使得它那个奶的一些乳化性能就比较好 比如说我们做那个冰淇淋奶酪酸奶 质地就比较细腻 您尝一下我们的干酪 尝一个奶酪是吧 对 奶酪酸奶 酸奶 拿水牛奶做的 对 直接拿水牛奶的 记者打着尝一尝的名义 迅速地把一整盒都吃光了 哇 真是好吃到停不下来 我这一不小心把这一整罐全给吃下去了 你看这勺子上面挂了一层厚厚的油霜 别人家的配合饲料都是粉状的或者是颗粒状的 但是李祖平他们家的饲料您看看 干的 湿的 生的 熟的都混到一起去了 为什么他要这样去喂水牛呢 这是炸草机 现在我们是炸橡草 炸碎的 填到那个土壳去 这是青土壳是吗 对 好大的一个坑 我感觉这有 五米高 五米高 在这个大坑里 李祖平要专门为奶水牛们准备一道特别的营养餐 这个炸好的都喷下去 把薄膜爆出来 压实 压实压 密封也好 一边喷一边扫 一种压实的密封起来 40天就可以取出来喂 这个玉米接杆发酵呢 这个是很严格的 如果万一做不好的话 有个变酸 发霉 一般那么你吃的发霉东西 牛会流产 甚至会死亡 所以我们呢 从一开始 都要很严格去控制那个 那个美菌的发生 马上砍 马上砸碎 当天又压紧 压紧密封 像这个效果很不错的 水分也要控制 我们是怎么液那个水分呢 一炸 就没有水滴 一滴水滴没有 这说明呢 就是含水量65以下 不能超约15 发酵过后的清除饲料 更容易消化吸收 这是为了让水牛多产奶 准备的第一把 湿的熟草 不过官位清除饲料 不能完全满足 奶水牛对于营养的需要 所以就得补充 这第二把草 干的生草 我们在饲料的搭配中 就是说 适当搭配一些干物质 对养这个水牛比较好 另外一个就是 这个花生藤的蛋白含量也 比较好 经过干燥处理的花生藤 是豆壳植物 本身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选择 选择这种饲料 是为了补充水牛 对于蛋白质的需要 因为水牛是一个耐突式的水牛的品种 所以它以出饲料为主 就是说我们就通过合理搭配一些 比如干花生藤 木石桃等等 提高它的中和营养来提高它的商量 两把草准备好了 胃法上还是得有讲究 李祖平总结的口诀是 先粗后精 先干后湿 先味后饮 只有合理搭配饮食 才能让奶水牛更好地吸收营养 看来为了让奶水牛吃好喝好 它没少费心思 我们印象中的雄性一般都是这样的 可在奶水牛养殖场中的雄性 竟然是这样的 这个温顺的英俊小黑脸肩负着一个神秘又艰巨的任务 帮助辨认发情母牛 水牛的发情的话 跟其他牛实际上表现是一样的 但是它就是不够明显 如果按照虫花牛 其他黄牛那套来做的话 我们要观察出 观察出它们发情 那么那个发现率就会很低 所以在水牛这块的话 我们搞了一个四型公牛 来帮助我们发现那个发情的母牛 确认过眼神 我遇上对的人 我会肩转身 而鲜血如龙春 有火眼金睛在 真是一茶一个准 可厂里偏偏会有些不听话的母牛 本来到了发情期 却迟迟没有表现 这可怎么办呢 按照科技院以往的拍摄经验 针对这种问题的解决方法有很多 看同类交配 涂抹发情动物的尿液 利用激素刺激发情等等 这些方法在各种动物身上 可谓是屡试不爽 记者建议用这些方法在水牛身上试一试 可是这头母牛根本不配合 别说试了 想抓住它都难 快救救我 我好害怕的 还这样 我饶了 我饶了 其实之前 厂中也出现过水牛因为种种原因不发情 李祖平只好向专家求助 专家告诉他 可以采取同期发情技术 这一针不仅能够帮助母牛发情 还能够帮助厂中的大部分母牛同时发情 同时发情有啥好处呢 当然是方便进行统一的人工受精了 奇怪啊 为什么不让它们自然交配呢 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水牛都有资格做种 这套英俊小黑脸是专门用来试情的 它做过节育手术所以性格温顺 那一大群母牛也只是它名义上的女朋友 因为不具备繁殖后代的功能 它的使命只是单纯地确认母牛是否发情了 而这些发情母牛将来经过人工受孕之后 都会成为代孕妈妈 看 这些身材魁梧 基因优良的才是将来小牛犊们真正的父亲 为了保证奶水牛基因优良 研究所不仅会从肿公牛身上采集精子 还会从基因优良的母牛身上采集卵子 在实验室里完成受精过程 有这样一头母牛能采出多少轮子是吧 正常来说我们可以分三枚左右 我们再不一样 它生产性能的状态下 比如我们每一刀牛能一年采的两到三个月 那就可以生产出二三十枚胚胎 它不单单是一年三十枚胎 它一年生几胎 或是十多胎 采集出的受精卵 会被立刻送到实验室进行处理 优秀的精子和优秀的卵子相遇 顺利完成受精 人工受精的优势 不仅仅在于可以控制基因 它还有另一个好处 就是可以控制性别 主要是要鉴定它这个DNA 如果是X的话 它只有一条条蛋 如果是Y的话 它因为有X的遗传物质 也有Y的遗传物质 所以到时候跑出来的电用的条蛋是两条 这样我们通过这样一个PCR的方法 来鉴定它的性别 李祖平正是利用了性控技术 才让场中生出了这么多优秀的小母牛 李祖平的奶水牛养殖场 不仅是水牛研究所的实验基地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奶水牛 它还专门申请成立了科普基地 让更多的人知道 水牛也可以产好奶 给出来的话 它人家增加 到一两个位置 要把人家都装飞 要把人家的尖 小编提示 水牛主要生长区域是在我国的长江以南 由于水牛更适合在南方高温高湿的气候条件下生活 所以北方地区不建议养殖奶水牛 好了如果您想获得今天节目的相关信息 请您留意屏幕下方的联系方式 感谢您关注由正大独家冠名的科技院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让废物可以活土 在废物上面种菜 科技院下期讲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